公元1271年 马可波罗开启了传奇的东方之旅 他曾这样赞美杭州 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 为了能够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来发现杭州的美 杭州市旅伟颇有创意地举办了 当代马可波罗全球征集活动 让我们去看一下 他们是如何用最有创意的方式和媒体技术来宣传杭州的 如今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 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 人们甚至可以足够出户 就能够享受到异国风情 甚至另外的一种生活方式 杭州这座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城市 也加入了很多现代的元素 比如说他们利用最先进的数字技术 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 为海外朋友们创造出了一场神奇的中国文化之旅 杭州市的游位还是非常创新 在很多想法上还是走在了其他地方 欢迎来到当代马可波罗杭州博士全球招募活动 此次的活动在杭州九里云松度假酒店举行 杭州市李伟李红主任 王新章副主任 Google全球副总裁刘颖博士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人士 以及40余家媒体代表 共同见证了这次活动 在四大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正式启动 四大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分别为 Facebook YouTube Twitter和Pinterest 杭州旅委在这四个平台上 专门设计了属于杭州的官方主页 成为国内第一个 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 进行旅游推广的城市 新媒体实在是我年轻人 欢迎的一种传播媒体 社交媒体也被称为新媒体 就是大批网民自发贡献 提取和创造新闻资讯 然后传播的过程 新媒体可以包括博客 论坛 视频和音频博客等 随着全球媒体的发展 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 似乎正在结束 新媒体开始在全球 占据了主导地位 新媒体的传播讯息 已经成为人们 浏览互联网的重要内容 不仅制造了一个又一个 讨论的热门话题 更吸引传统媒体的真相并精 不是市场化的旅游 是在全球上台中的 在线这部互联网带给我们这份罗产业的变化 实际上是最大的 欧阳的80流 他会在做最后的这个计划之前一定会杀 他搜索要平平有15次的工作 反复在教在眼中在看到那样的信息 大 Regular 中国人说话 如果他们很喜欢视频 我觉得市场的更喜欢看一看 具体还是有什么特色 之前我来到代表 我想看哪些视频 人們通過社交媒體彼此分享旅行的見解 經驗和視頻 正想討論這裡有目的地的攻略和所見所聞 這些社區的意見和互動 對一位旅行者最後的決策起著很大的作用 讓別人體驗自己的杭州的美 這就是非常關鍵 正因為看準了新媒體的趨勢 為了讓更多的海外人士知道杭州的美 杭州市旅委啟動了當代馬可波羅 杭州博士全球招募活動 採用虛擬體驗杭州之旅的方式來尋找當代的馬可波羅 這次的虛擬體驗包括當代馬可波羅 杭州博士網絡培訓 裝備修 我的杭州菜譜 我的杭州服飾 我的杭州愛情故事 和我的中國名字四個網絡體驗活動 參加者只需要完成主要環節 既有資格角逐成為當代馬可波羅 杭州博士 你們知道它的本名是什麼嗎 豬貨 豬貨肉 這個非常非常好吃 最終從積分前20名中選出一位 擔任當代馬可波羅 杭州博士 馬可波羅是同一個杭州博士 馬可波羅之所以影響深遠 是因為馬可波羅游記中 對富饒中國的描述 點燃了歐洲人對於東方之國的嚮往 和中國藝術 而且可以獲得年薪四萬歐元的聘用合約 所要做的是在Facebook和Twitter上 分享杭州的體驗與感受 擔任宣傳杭州的杭州博士 及旅行顧問 過去的那個馬可波羅 運用不了新的這個平台的技術 所以我相信當代的馬可波羅 我一定會利用很多新型的媒體 這些技術和產品 向全世界宣傳杭州的美 無論是在美國或是在英國 你真的會有更深的聯繫 和在世界中的心中 你必須使用社交媒體 因為人們會一直在讀 看、聽、聽、聚集、聚集 學習新的地方 這是一個方法 讓杭州的名字 通過馬可波羅這樣一個名字 把這個城市帶成中國 帶成世界 杭州本來就是一座 兼容必序的城市 當代馬可波羅杭州博士活動 真是要繼續傳承 馬可波羅的探索精神 鼓勵人們以包容的心態 溝通不同的文化 創造一個更為和諧的世界 當代馬可波羅 全球徵集活動 可謂是杭州旅遊 國際推廣的經典創新案例 同時作為國內 第一個在境外 四大社交平臺 進行推廣的城市 杭州讓國際人士 了解的不僅是杭州的旅遊 更重要的是通過杭州的旅遊 來了解中國的文化 在境外的文化 中文化 中文化 中文化